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前首席投资官黄国松正实正考虑参选总统 前国务资政兼社会政策统筹部长尚达曼和企业家吴振华早前已经表态有意参选 若黄国松决定参选意味着来届总统选举有机会出现三角战 针对网上流传他有意参选的消息黄国松答复媒体询问时说 这是国家大事对他个人也会有很大的影响他还在考虑 黄国松今年75岁曾在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和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任职 参与投资我国外汇储备长达42年 他也曾在2012年荣获公计奖章